他得了癌症 只剩下三个月到六个月 请司徒开示如何安排日子 一心专念 什么都不想 天天想阿弥陀佛 不要去想病 佛说一切法从心想身 没有病天天想 也会把病想出来了 有病不想病 想阿弥陀佛 那个病就变成阿弥陀佛了 你的病就好了 如果我们寿命到了的时候 正好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们往生 我们寿命还有 还有寿命 这个病是一个灾难 是个灾难 那我们念佛一心专念 这个病一定会好 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 癌症不会死人的 得癌症怎么死的呀 吓死的呀 真的呀 很多得癌病死的时候都是被癌症吓死 你说冤枉不冤枉 所以不要去理会 一心念佛 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逆增上缘 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你念佛念得不肯切 你念佛念得不能一心 不能专心 那这么一个缘来的时候 逼着自己不能不专心念 不能不一心念 短时间就有成就 弥陶经上说 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成就 那你有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所以不要害怕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